備受矚目的第十二季 SBO超級籃球聯賽 於二十二號在臺灣體大體育館 點燃戰火 開幕賽兩場對戰組合 第一場臺灣啤酒對上臺北達新 上演小飛人劉真與超級新秀 周宜翔的對戰戲碼 臺皮三大壯人狼之中 包括呂啟銘以及周伯勳 皆因傷趕不上開季 但正中一哥劉真歷經國際賽考驗後 實力更上一層樓 加上上季最佳洋將 Patrick O'Brien回鍋 整體實力仍不容小覷 至於步入後少俠時代的達新 展開了以周宜翔為首的重建之路 封位戰力 人才積極 包括上育歸隊的張志豐 林冠倫 張家榮皆是可用之兵 而且新加入的洋將龍 Velper體能勁爆 將能支援達新最擅長的跑轟戰術 整體而言 兩隻以速度漸長的球隊交鋒 相信這一場比賽 將會成為血脈膨脹的灌籃大戰 至於第二場比賽 台中蒲園對上富邦勇士 挑戰四連霸的衛冕軍蒲園 雖然少了毛佳恩以及簡家榮 但在總教練許敬哲執掌兵服下 團隊默契仍是全隊之冠 勝敗關鍵就在於新台灣人 Quincy Davis 以及本土洋將蔡文成的表現 新氣象的富邦勇士 今年加入後衛蘇以傑 陳澤宇 加上封線的魏維 吳戴豪 陣容深度充足 而從韓紅直安 轉戰SBO的洋將Darion Tons 目標更直指聯盟最佳球員 可見企圖心相當高昂 上季冠軍戰的組合再度交手 兩隊勢必全力以赴 究竟誰能奪得開幕戰首勝 精彩對決不容錯過 我來體育新聞綜合報導